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台湾民众们过着几乎如常的生活 假日的公园更是充满孩子们玩耍时的欢声笑语 在台湾这座小岛上 大家正向积极的兼顾着防疫和生活 不过许多民众人期待能尽早出国 卫福部长陈时中日前就透露 暑假有机会边境解封 周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 也回应立委提问 7月暑假解封这个政策没有改变 陈时中表示 目前台湾染疫律远低于世界各国 但到7月时 渴望有与台湾疫情水平一致的国家 双方可以自由流通 此外家用快筛将参考先前口罩实名制作法 让民众便于取得 陈时中指出 卫福部已经和经济部合作 协助厂商取得制造许可 预计5月产能每天能有1280万剂 后续新购置设备陆续到位后 月产能会有1580万剂 价格也有望压到每季100元以下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黄彦玲 台湾台北报导